谁能想到,把面剂子在油里简单的泡一下 竟然能够做出这么好吃的美食 不拉也不扯,99%的人都没见过这种做法 手把手将你做懒人美食 简单好做一上手 早上,10分钟就可以上桌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300克面粉加3克食盐增加精性 少量多次,加入160毫升的清水 搅拌成大面絮 下手揉面 将面团揉至光滑细腻 手光,盆光,面光 搓成像擀面酱一样粗细的长条 再分成等份的剂子 季口朝上,按扁 放入到平盘中 在碗面剂子上,淋上一些食用油 去把每一个小面器都浸泡在油中 最少浸泡20分钟 这一步可以提前晚上做好 放在冰箱冷藏浸泡即可 早上起来,锅中打下两颗鸡蛋 尽量炒散一些,炒碎了 盛出来备用 然后放上葱花蒜末 炝出香味 放上去皮的西红柿丁 然后开大火翻炒 稍微来上一点盐 来点薄盐香抽 再想来点米锦剂的金标蚝油提鲜 喜欢吃糖的可以来上一点 炒至粗砂粥汁 放入鸡蛋碎 长匀,放在一边备用着 早上起来,取出泡好的面剂子 大家看一下它的盐染性非常好 直接放在案板上 按扁 取一把菜刀 先向右边刮一下 然后再往左边刮一下 只需简单的刮一刮 一个又薄又透的大面片 我们就做好了 利用洗脸的功夫提前把水烧开 然后加入撑好的面片 两秒一条,特别简单 煮至面片全部漂起 即可捞出 放入大碗中 加入炒好的西红柿卤 葱花,蒜末,辣椒面,白芝麻 各来上一大勺 滑椒粉来上一丢丢 先拉上两勺热油 激发出香味 炒上起来只需要十分钟 一碗营养又劲道的西红柿油铺面就做好了 只刷用刀简单的刮一刮 比扯面简单 面片爽滑又劲道 味道超丰富 没有吃过的朋友快试试吧